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而案件的关键证据之一被盗裂的阴损仍然在粘铁军手上 粘铁军将鸟龙藏在被改装后的红色小汽车后座里 骗过了所有人的眼睛 为了偷运出保护区 他谎称自己没钱支付律师费为款 引诱攀骁提出将小汽车作为抵押 攀骁将小汽车开走后 粘铁军随即安排杀手站在攀骁的必经之路上 计划养装车辆故障 拦下攀骁 伺机取回鸟龙 货车司机兄弟产生争执 小汽车前车窗被打花而导致事业障碍 随后他在疯狂踩油门逃跑的路上 直接撞伤了杀手 杀手因失血过多而昏厥过去 惊魂未定的攀骁以为杀手死了 想到自己的前程 又看到荒原几百公里根本不会有目击者 他便计划毁尽灭迹 用汽油烧了杀手的尸体 随后他开到一个极尽废弃的加油站 站里只有一个老板和一个傻子 老板勒索攀骁 如果想要加油就必须要花高价看一段歌舞表演 攀骁无奈只得照做 而歌舞表演其实就是一个叫娇娇的女孩 被逼卖身卖艺 娇娇求攀骁把她带走 但攀骁并没有被她打动 汽车加满油后 他就立刻给牵走人 而在这时 粘铁军发现联系不上杀手 心生一斗 开着他的吉普也追了上去 此时攀骁将汽油都淋在杀手身上后 才意识到打火机丢了 他懊恼中又开回加油站 不料货车兄弟也停靠在加油站 看到攀骁后 两人立刻再次追击殴打攀骁 攀骁好不容易窜上小汽车逃出加油站 开了许久才发现 娇娇早已趁机躲在了后备箱里 而非要上车的娇娇 这才发现车里有一个死人 可在无人区的夜里 他已经哪也去不了了 攀骁一时没了主意 非但没有毁尸灭迹 又有了新的知情人 崩溃中的攀骁让娇娇有了一丝怜悯 而就在这时 杀手却醒了 并持枪对准娇娇 威胁攀骁取出车里的鸟笼 攀骁这才明白真铁军的计划 这时 货车两兄弟开着货车追了上来 场面混乱中 杀手举枪扫射 货车兄弟一死一伤 攀骁硬装死而躲过一劫 而杀手则带上鸟笼 威胁娇开车 带他驶网和买主约定的交易地点 一无所有的攀骁 救下受了伤的货车司机 并试图说服他报警 可货车司机只想为兄弟报仇 并憎恨地对攀骁说 如果不是因为他的辩护 杀手和粘铁军早就蹲监狱了 经历生死的攀骁大脑一片空白 粘铁军猎了鸟杀了人 禁猎区所有人都知道这件事 而自己为金钱罔顾了一切 自己现在所面临的 又何尝不是自己所做一切的因果 攀骁被货车司机抛下 但却遇到了赶来的粘铁军 他为了离开无人区 只得上了粘铁军的车 等粘铁军拦截下杀手的小汽车后才发现 车里只有娇娇和加油站的傻子 原来杀手与娇娇在路上居然中了埋伏 设下陷阱的人正是加油站的老板 他是为了抓拿娇娇而来 杀手也被傻子打死 在发现车上的阴损之后 老板决定自己独自一人前去交易地点换钱 只留下傻子带着娇娇返回补给站 冷血的粘铁军立刻杀了傻子 当他又要杀娇娇的时候 潘骁在善恶一念间为娇娇求了情 不料凶悍的粘铁军 反把潘骁捆绑在汽车里 用毛巾堵住排气孔 试图制造潘骁杀害傻子后的自杀现象 娇娇趁机把火机塞进了排气孔 而自己则再次被粘铁军挟持去了交易地点 因为娇娇的机制 潘骁得以在火机爆开后被救回一命 他毅然决然地去了交易地点 并赶在娇娇被活埋前救下了他 还抢走了鸟笼和钱乡 但不幸被粘铁军击中了腹部 粘铁军愤怒地开车要撞死两人 潘骁失血过多 甚至自己无法再逃跑 便打开鸟笼放走了阴笋 以钱乡为要挟 让粘铁军放娇娇条身路 粘铁军意识到 娇娇已成为潘骁唯一的软肋 反而将潘骁拉进副驾驶 要他目睹娇娇被撞死 潘骁在生命的最后关头 用尽所有力气将火机扔上货车车斗 与粘铁军同归于尽 最终真情 名誉 金钱 所有的一切在火光中化为乌有 较较逃出身天 他的生命因为攀骁顿物的人性 而得以延续 全是坏蛋 美好人 这是总局给出的 无人区背禁的原因 而从影片伟光镇的结局 以及宁浩导演 曾经对片段进行了大量的补拍 可以看出 这部四年内六度定档的电影 删解了许多镜头才得以上映 可惜的是 那个一刀未动过的处女版无人区 可能只存在于真正的无人区了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儿 喜欢我的亲 不要忘记关注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